我们大院倒计时两天就完工了 不用再干活的那种 然后昨天晚上我们统计了一下缺的东西 今天来县城了来补一下 每天中午跟晚上我们就是那两家饭店来回倒腾吃 他们吃的都吃够了 我们今天中午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 到镇上麦当劳 吃汉堡 不吃面条了今天 好 走吧 三大包 在这边山沟里想吃这个很难了 跟你说 真的是改善伙食 走吧 先喝一个酱酒 一会儿回去冰冻化了 我不说你不说没人知道 最近真的都累懵了 昨天晚上他都梦游了 晚上我们现在中午天热嘛 中午会休息一到两个小时 然后昨天晚上我都在剪视频呢 他睡着睡着起来了 就赶紧穿衣服啥的 然后他以为是中午睡觉呢 中午要起来就干活了呢 干的都迷了都 然后起来就要去干活 后来一看是晚上 我忙完这两天 一定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哈 给你放个假 让你在家睡一天啥都不再干了 行吧 行 好好的就是 得调整调整 给他买了好水来点啊 干了干了走会儿啊 走不住你这儿 走 走 走 你怎么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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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己设计的这个电视墙吧 算是低成本的 就是用的这个空气砖摆了一下 可以放点那个花 行不行 行 成本第一效果活 我们因为这个地方装修啊 就是不像别的那种 就是一天就能付出很多钱那种 我们就得又得算成本 又得算效果 算是算大的 所以就操作比较多 还有一个是 前一段时间不是有 有一个学校的来看我们这个院子做夏令营吗 然后当时就是 大家也很多人在问什么情况 正好今天跟大家也说一下吧 那个价格已经谈好了 就是院子的价格 现在卡到哪呢呢 就是那个吃饭的事 他们想让我们给他们做饭 然后他们给我们餐费 但是说实话 他们给的这个餐费确实很低 我们的意思是 要不就别让我们做了 你们可以带个厨师来 然后你们自己 自己解决自己做那种 所以就卡到这了 他们这两天也商量一下 也找一下看能不能从他那边找到做饭的 如果找到的话 就我们只提供院子 如果找不到的话 再商量这个价格问题 他们不是骗子 就是是一个学校的 他们的租的形式呢 是每周一到周五 然后周六周天是不用的 是这种的 然后以此类推 差不多两个月左右吧 所以现在就在商量这个吃饭的这个事 然后等我们这边这两天弄完以后 他们会再来一趟 当面再聊一个事 对 聊一个最终的一个决定 到时候租或不租 都跟大家说 但是我们希望是他们能输的 但是如果真正这个餐谈不拢的话 谈不成也没有办法 等弄好以后再谈吧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